大家好,我是小猫,小猫夜话讲述最真实的情感故事 当事人太多了,我就感觉有人和我发生了关系 可是我因为醉酒睁不开眼睛,记不清都是谁了 过后这件事,我也不想宣扬出去 再一想到咱俩就要结婚了,我不想出任何意外才没跟你说 就当这个孩子是你的养子不行吗? 他永远都会把你当作亲生父亲的 张爱宁哭着和丈夫安东说 然而安东看着这张再熟悉不过的脸,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爱妻子无庸置疑 而这八年为了妻子和儿子,他也一直努力奋斗 却万万没想到他竟然就是这么回报自己的,当成自己的孩子养 你怎么好意思说出来这话? 张爱宁今年35岁和安东是在八年前结的婚 俩人是通过父母介绍认识的,因此家事非常的适合 可是俩人的性格却有不小的差别 相比性格喜好安静的安东 张爱宁非常喜欢玩,身边的朋友也很多 并且绝大多数都是异性朋友 在认识安东之前 张爱宁和他们不是去泡巴就是喝酒,玩得不亦乐乎 只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张爱宁父母需要女儿稳定下来 于是才介绍认识了安东,也没想到这两个年轻人会互相一见倾心 安东喜欢张爱宁漂亮活泼的长相和性格,这让安东感觉生活都充满了色彩 而张爱宁可能也是经历了太多幼稚浪荡的异性朋友 面对成熟稳重的安东也是喜欢的不得了,可以说俩人算是性格互补 因此认识第三次就确定了关系,之后不久两家父母就催促着他们完婚 特别是当时安东已经30岁了,因此相恋半年左右的时候 安东和张爱宁先订婚,三个月后完婚 而事情就发生在完婚前的一个月 张爱宁要结婚的事情在朋友圈传开了 那些平日里的好哥们,好姐妹们就要给张爱宁举办一场婚前派对 而同时也邀请了很多各自的其他朋友到场 其实当时我也邀请安东一起去的 只是安东不喜欢和那些人一起闹腾 再说他也不熟悉他们,因此就没去 派对从下午6点开始 KTV大包房好像群魔乱舞一般 而张爱宁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这样为了和安东结婚 好久都没出来跳舞的张爱宁找回了之前的影子 有一种如鱼得水的快感 然而到了10点多的时候 张爱宁就被众人拟一杯我一杯的敬酒下灌醉到不省人事 在他的意识中 自己似乎是被好几个人搀扶走的 在睡梦中身体有一种抽离的痛感 但是眼皮子因为喝酒实在是太沉了 最终都没看清人到底是谁 而到了第二天早上 张爱宁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家宾馆里面 周围早已没有了别人 看了四周和自己的身体 也大大明白了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刚想给朋友们打电话 就想到了安东 因此就不想把这件事宣传出去 匆匆给安东打电话报个平安 说谎在家就赶忙走了回去 全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一星期后张爱宁和安东就正式完婚 而婚后不久张爱宁就检查出怀孕 这对于全家来说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特别是安东 更加把张爱宁当成了手心里的宝对待 在工作上也更加努力 而一晃八年过去了 张爱宁沉浸在丈夫的疼爱 和孩子乖巧的幸福中 也逐渐忘记了当年的事情 可在一次和家人的聊天中 对方突然说了一句 你儿子和安东不怎么像啊 所有人都当作玩笑话 就连安东自己都说 儿子随妈的长相 姑娘才随爸 可张爱宁却突然想起了那件事 内心也有一些犹豫 可让他说出来 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然而才刚刚过了一个月 并张爱宁没想到的事情就发生了 安东竟然直接拿出了一张亲子鉴定报告 放到了张爱宁的面前 质问张爱宁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原来安东虽然没在乎 但是婆婆却不能当没事发生 安家的男孩都有明显的特征 就是宽脑门和翘鼻子 安东小时候也是这样 然而孙子却没有丝毫这种长相 他和安东说他还不信 就硬拉着他和孙子去做亲子鉴定 这才让一切真相大白 张爱宁看的报告 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婆婆平日里对他极好 和安东属于一样不声不响的类型 却没想到内心却比所有人都看得真亮 张爱宁直接跪倒在地上 说出了当年的实情 而安东质问孩子到底是谁的 没想到张爱宁却说 当时人太多了 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 我当时喝多了 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把我带走的 更不知道和我发生关系的是谁 过后我也没跟朋友再提起这件事 当时咱俩就要结婚了 我也不想出岔子 就没说 就那一次 我是真的没想到 这个孩子竟然不是你的 看着安东一脸不可置信的眼神 张爱宁立马说 无论他是谁的 他现在就是你的孩子 以后也是 你永远都是他的爸爸 就当这件事没发生不行吗 我们好好过日子 张爱宁越哭越伤心 似乎做错的人是别人一样 可是安东内心却异常杂乱 他爱妻子毫无疑问 甚至如果这件事只有他俩知道 他可能真的为了妻子而选择瞒着 然而母亲已经知道 也就意味着全家都会知道 不是自己的孩子终究不是自己的 而妻子不仅做错事 还打算骗自己一辈子 因此直接提出了离婚 而对于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安东已经不关心 忍痛割爱 也希望张爱宁快点把孩子带走离开 安东面对孩子哭喊地叫他爸爸 爸爸 安东泪流满面地转头走开 老话说天作孽 有可恕 自作孽 不可活 正如现在张爱宁 其实能发现 安东对张爱宁很深情 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 而张爱宁对安东也不能说没有爱 只是张爱宁的潜意识更加爱自己 因此即使知道和别的男人发生了关系 也不想为此丢了自己的幸福 所以就选择了隐瞒 天真的以为一次不会怎么样 之后怀孕骗自己也骗安东这个孩子 就是他的骨肉 然而是就是事 而不是如何都是不是 这一切都是张爱宁自己不自尊自爱 才造成了两代人的悲剧 好好的婚姻走向灭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